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各级学校的学生有三个多月没有到学校实体上课 下星期就要开学了 各校为了落实防疫工作 都已经规划好完整的防疫措施 包括进入校园之前 以及进入校园之后的相关作为 都有一定的规范 进校园的时候早上都会有量测体温 那体温正常我们才会让他进入学校 如果他的额温大于37.5 然后耳温大于38度C 我们就会联络家长请他带回这样子 对 那这是体温量测的部分 那进到教室我们是全程攜带口罩 那只有用餐的时候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对 那平常就是下课时间出去 回到教室就是勤洗手 酒精消毒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 那用餐的时候就会使用用餐隔板 对 那用餐时间不交谈 市长江中渊表示防疫工作很重要 校园环境清洁也不能轻忽 所以宜然市公所28 29两天 将协助宜然市21所高中职 国中小和市立幼儿园进行环境消毒 让学生有一个健康干净的学习空间 在我们整个校园做一个清理还有消毒的工作 这陈子虽然说我们的防疫成绩不错 大家都很打扮 所以我们就实体开学 很感谢公所给我们一个 能够让我们这个孩子回到校园之后 能够更健康 更安全 也更有防疫力的一个校园 这个部分特别感谢我们市公所对我们父母的关怀和激度 吉乡要开学了 中山国小跟我们宜然市21所的国中小高中还有幼儿园 我们会在这段时间来进行这个校园整体的消毒作业 我们也看到各个学校都已经在整理优质的环境 要迎接我们这个学生回来这个学校上课 另外 市公所去年积极推动宜然市国中小班班有冷气 补助各校安装冷气 电力改善和冷气的电费 110学年度上学期的冷气电费仍然由市公所来补助 各校日后如果有发生冷气故障 市公所也会帮忙支出相关维修的费用 因为上学期上课的天数比较少 等于是提早放暑假 所以上学期班班有冷气的电费 我们可以沿用到这个学期 我们也跟各个学校来做接洽 原则上应该都足够这学期的班班有冷气的电费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不够的地方 市公所这边也会来负责 冷气使用这个学期等于是第三学期了 所以在宜然市推动班班有冷气的部分 如果这个冷气有要维修上面的问题 这个也由市公所这边来负责 不用让家长这边在担心 也不用让校方这边在经费上有所顾虑 蚁人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